我又知道會錯 誒 我有放錯嗎 我沒有藏一點 蚯蚓是不對嗎 你出去看一下 這個戰鬥很麻煩 沒有自動戰鬥嗎 為什麼我都不能放早死 是還沒學到嗎 是還沒學到嗎 買東西囉 真的還有啦 莫名其妙剛剛玩錯了一個結局 好 這次可以對了 這個 然後 藍色的 藍色的果子 沒有觀點 蝙蝠的 對了嗎 很久沒有炒到這麼好喝的湯啊 楊哲 謝謝你幫我找到最新鮮的材料呢 你回去睡覺吧 這一定要修啦 不修我也過不去了 我記得 哥哥哥 早上好 你還記得你答應我說他留在這裡的 對嗎 說這裡好像問題也不是太大吧 你覺得一直說他在破房子沒問題嗎 準備睡在外面要好吧 你跟我過來吧 你看看從右邊屬起第二間房子 那不是很破嗎 嗯 這裡連貝斯都沒有 你希望我們坐到這裡 對啊 我們婚房如何 啊 你說什麼 這件也是氣質的房子 但我覺得可以裝修一下 你覺得怎麼樣 嗯 的確可以裝修一下 但是問題我不會裝修 很簡單 我們去找到私物美就可以了 只要足夠的金幣 就可以重新裝修這裡 成為我們婚房啦 好像也挺有道理的 裝修之後應該做得很舒服吧 這麼著急啊 這麼著急啊 不會吧 又當掉了 為什麼會這樣 我發現我要按那個存檔的地方就是這樣 好啦 我就說你再問一次 好 不知道如果我選 寶寶是怎樣 又大一下 又大一下 還是要睡覺 欸 好了欸 這麼快 這次算支線囉 OK 走吧 經過橋樑 不能動作快一點嗎 我好像都沒有升級過耶 這是哪門子的修理吊橋 小看對岸 有三進屬於這世界的成績 哈哈 對對對 因為打路邊的小哥哥中場金幣太少了 所以現在去哪裡 到帳篷那裡 帳篷 哇這個好像很強耶 還拋我錢 欸好多手好噁心喔 哦不行了再補血了 變變怪怪了 這很強誒 靠 他要怎樣 大尼不會痛哦 欸不對欸 打到不會痛捏 他打不死的喔 哇 這樣不對勁欸 這要逃跑囉 快轉快轉 那沒辦法他會贏 我打他都一滴一滴的 是 我會寫一下 買個毒藥 買幾個喔 嗯 我用這個 從買升級 升級3到5的藥 我買不起啊 然後毒藥可以多買一點 所以說 升級是不能 好像是這樣 這樣才能升級喔 那就是代表說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打怪物 升級 打怪物練 打怪然後 賺金幣 打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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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錢又少 可以進去嗎 高塔這地方好像有提起過 這是有守護神器的守護者 恩他是一個很難對付的對手 以差人為樂傷心病狂 那神器可是一把刀喔 我有劍阿 我這把可是死中劍的 可是對方 彼此中劍第一 他很多被的主作之刃 很多很多年前 也會不斷追求刀刃極致鋒利的武士 儘管他的刀可以輕鬆把鋸死一分為二 但是這位武士似乎不太滿足 他希望他的刀可以再鋒利一點 以似乎武士便帶著他的刀 找鐵像繼續打磨 因為這麼鋒利的刀很難繼續打磨 這位鐵匠還是大硬 這雙刀有可能會斷掉 不過 打磨還是成功了 比原本更鋒利 不僅能隨便切開任何物體 甚至空氣能卡開 揮刀的瞬間也自己會無法呼吸 因此這位武士必須同時訓練肺活量 但沒過久 武士還是不滿足 覺得還沒有足夠鋒利 他需要更鋒利的刀 一球不滿了他 再一次找鐵匠 雖然如此強強手軟的請求 但鐵匠還是答應 奇蹟出現了 史上最鋒利的刀誕生了 任何東西輕輕碰到刀刃都會被切斷 所以連刀削也套不進去 這效果是開心的 想第一時間試試這把刀的威力 他指著刀走到深山 準備用力一揮 他把時空劃破了 永遠卡在那個時間點出來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不讓彰化出強大的怨念 刀掉落在地上 經過了數百年 雖然刀熱沒有變得當年鋒利 但依舊消停如你 只要有一天有人把這把刀剪得起來 剪起刀的人頓時性情大變 嗜血成狂 那個被這把刀詛咒的人 現在就在高塔的最上面 你懂得還真多 是的 這一道都很熟悉了 有打贏那個人嗎 也是沒有 因為對方只是普通人 一開始是他刀而已 我這邊快轉 先練一下等級 或者再打贏 然後再往下 季我們的刀剪